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講的股票是我會你手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人不要去買貿我會你的股票 好 今天大盤漲 今天大盤總共漲了126點 那漲啊 我請問你 你今天是該買股票還是該賣股票 好了 我針對我們的股票好了 我針對我們唯一的那一檔 0.5檔就不講了 就唯一的那一檔 何瑞亞呼吸器 那你說你應該賣 還是應該買還是不要動作 我問各位好了 我昨天也不會講說他漲那麼多 漲一倍了 你們看電視的人都賺到錢了 對不對 以後跟我沒關係啊 哪天說 謝老師我看你的電視 你說何嘞 我了解 他漲一倍我事先告訴你啊 漲一倍了啊 一定有很多人 一定有很多人 謝老師說漲一倍了 你以後有沒有漲 跟他沒關係 當然啊 我問你好了啦 我常常用很簡單的方式跟各位聊 我看電視 你來當老師好不好 我看你的電視 你來當老師啊 好嗎 你告別怎麼比我厲害 在這裡買嘛 好 再來咧 你一個電視 你坐在電視裡面 你要坐在這邊 你收銀票耶 燒鈔票耶 燒鈔票耶 你要怎麼燒鈔票 你每看到我半個小時 一個月 就禮拜一到禮拜五嘛 禮拜六五點重播 然後禮拜天早上是八點半重播 那重播不算啦 一個月二十天嘛 你看到我的這三十分鐘 我是花七萬五千塊錢啦 我花七萬五啦 你看看電視 我花七萬五 你看電視 做股票 看電視買我的股票 你賺錢 我們兩個倒頭病嘛 你來你來 你來 那你坐這裡 一個月你花七千五 然後你講股票 我買你的股票 我來賺錢 我買你的股票 如果沒有賺錢 我給你賺 還給你拿 好嗎 你敢買 所以我一定要講 欸 漲一遍了喔 漲一遍了喔 我要事先講一遍了喔 那有很多人喔 有很多人都講 蕭老師說 漲一遍了 那快要選喔 賺錢 那快要走喔 好 對或不對喔 明天就知道嘛 但是我先分析 今天的盤勢給你聽 大盤漲了一百二十六點 現在 因為美國 算昨天嘛 沒有開盤 他是因為 漲網戰士紀念日 所以沒有開盤 所以變成今天晚上 就是禮拜二開盤嘛 美國還沒開盤以前 一定有棋子嘛 美國的棋子嘛 我們去看一下 是現在嘛 下午三點二十八分 好 道瓊漲了四百七十點 棋子啦 NASDA漲了一百七十點 也就是 各位你看就漲很多嘛 一百 一百七十點 NASDA就是一百八個person 好 電子盤 道瓊的電子盤 漲了四百七十 就漲了一百九 也將近兩個person嘛 如果以台股來講 台股今天 台股今天漲一百二十六點 才漲一點多個 不是 以台股來講 如果要一樣的話 將近大概要兩百點嘛 你告訴我要買 要買 好 再來 來我們再來看 好看這檔股票 好 各位來看這裡 這叫417的銳機嘛 檢測試劑 這裡六十二塊 你看到喔 好六十二塊漲到一百二十八 你會不會覺得 欸 謝老師你好像是一百二十八 跟我們講 六十二塊銳機已經漲一倍了 對不對 我們要跟你講嘛 它漲一倍啊 我常常在講 漲一倍 背後一定有故事嘛 我從來就跟你這麼講啊 漲完一倍 我也不會再漲一倍 好 那我問你 六十二漲到一百二十八 漲一倍 請問你會做什麼動作 如果你的心胸喔 跟鞋子長得一樣 像那雞一樣喔 雞你知道嗎 以前老人家都講 鞋子長得這麼多 小心眼啊 鞋子長得這麼多 那雞很小啊 對不對 它的度量很小嘛 它的腸子也很少啊 很小嘛 這叫小心眼嘛 哎呦 看人家直接很快來走 好 走沒關係 不要走 賺了就好啦 這輩子不要做股票啊 是不是這樣子 好 再看一遍 六十二漲到一百二十八的銳機 要不要賣 如果你是很專心 研究一檔股票 假設你是很專心 你只做銳機 你只研究銳機 你一定不會賣 如果你是 我們不能講說你是白癡啦 白癡自己 到餐廳裡面吃霸王餐 那種叫白癡嘛 或者看電視喔 賺錢 然後還會酸眼酸矣的 老師一天在這裡花七萬五 在這裡說股票給你們賺錢 你還酸眼酸矣 好 你說要不要賣 好 再來 再前面一段時間好 一百九十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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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二十八這裡喔 它停留等於停留一天而已啦 然後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 六天的時間 六天的時間漲超過五成 那代表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有錢的什麼叫錢滾錢 你一塊變兩塊 兩塊變四塊 那叫錢滾錢 一塊變兩塊嘛 它再漲一倍就四塊 再漲一倍就八塊嘛 叫錢滾錢嘛 那我相信很多投資人 因為你不是我要賣完嘛 你沒有那種感覺啊 你們可能 這輩子沒有錢滾過錢嘛 賺一點點了 賺了一條香腸 然後好像賺了一頭豬 結果呢 好 趕快選喔 謝老師說起一倍了 看到喔 好 那我問你 要不要賣 好 再來 219 62到195就三倍喔 你看六天的時間多一倍 62到128 六天的時間多一倍 我問你好了啦 六天憑什麼多一倍 62塊喔 六天會多一倍 漲天板也是10%而已 為什麼六天會多一倍 那就開始滾動嘛 滾錢嘛 我為什麼做一檔股票 我為什麼只帶領我的婚 做一點 一點 算一檔 因為 我就算這一檔嘛 不到一檔的就不算好了 算一檔嘛 做股票做一支啦 不做股票打嘴炮做一半支啦 每天我都分析給你聽嘛 好 再來 到219了 這樣幾倍了 3.5倍喔 那要不要賣 要不要賣 要不要賣 我應該這樣講啦 再看一遍喔 假設你買62塊到128 不要收你啦 任何投過老師嘛照 不過應該這樣講 62他們不會買啦 128搞不好都不見得會買 300多就會買啦 如果是你們自己喔 第一個 不敢買很多啦 買一兩條啊 我們導遊而已 不是嗎 好 到219 然後呢 到昨天322 這樣幾倍 五倍啊 五倍啊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你再去200幾 結果呢 那128我認為你保不住啦 62萬還保得住 能保得住就算不錯了啦 可是 62萬變3220萬 你有知道嗎 62萬變320萬啦 你有知道嗎 我應該這樣講啦 絕對沒有一個分析師 他所有的會員 只做一檔就叫瑞基的啦 有講到瑞基就會講 他也有恒大啦 也有什麼 保齡附金啦 對不對 反正什麼都有啊 然後瑞基也不過是嘴炮裡面的一檔 好 那當然要看我們的股票 來 我的股票叫何瑞亞 同樣的時間 他36塊 我昨天跟你講 你看漲一倍了喔 漲一倍了喔 對不對 然後我就跟你講 漲一倍了喔 你們都賺錢喔 最少 我是個人格者嘛 你看那個電視 剛好有何瑞亞 因為我們不推薦嘛 你剛好有何瑞亞 我也告訴你 他創新高啊 你去想喔 從我們母親節上來 請問他有哪一天 休息過 這天也是平盤喔 就這樣到今天才休息 那為什麼要休息 讓你們賺錢讓你們出啊 讓你們出啊 為什麼不讓你們出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相信絕對沒有一個人敢說 老師我看你電視我賺錢 我賺一倍啊 這次啊去年喔 賺不到一倍 我還要很高興 謝謝老師 絕對沒有人啊 如果賺一倍了 他會稍微收下來以後 少賺一倍 欸 酸年酸梨啊 你不是我腳趕啊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昨天為什麼要這樣講 你轉一倍了喔 然後呢 我們看今天好了 今天喔 因為我都會寫一下嘛 今天是這樣子 今天開版是開699 最多707不到平版 沒有平版啦 阿蘇版677啊 外資版43張 誰賣的 一定不是外資嘛 也不是謝老師的會員啊 誰賣的 你告訴我誰賣的吧 你若你賣的啊 那你也有彈啊 對不對 你們也賺啊 我昨天講說任何人買 任何人 昨天啊 任何人買都賺錢嘛 阿今天你的賣 應該也都賺錢啦 因為我們沒有賣啊 我們不願意賣啊 為什麼不願意賣 再看一遍喔 你告訴我好了 我會在128的時候 帶我的會很出入業績嗎 你問我好了 我會128帶我的會很出入業績嗎 你若是可能會啦 然後去賣三百貴的啦 我不會啦 我會在195帶我的會很出入業績嗎 我一定也不會啦 請問我會在219帶我的會很出入業績嗎 我還是不會啦 阿這裡咧 如果說賺五倍了 我如果沒有叫我的會很出入業績 我就 我頭髮的 對不對 他要不要漲已經跟我沒有關係 而是什麼 我就祝福啊 祝福未來去買入業績賺錢的人啊 因為五倍了 我們不能這麼賺錢 賺五倍了 不然你是要多少 好同樣條件喔 來我們再看 這叫做入業績嘛 好 瑞績的第一劑賺0.33 瑞績的失業績賺0.79 好 何瑞雅的第一劑賺1.07 何瑞雅的失業賺0.52 這他們都要公告為什麼 因為 第一個他是漲很多 但是我們的股票是因為成交量 比以前大 因為為什麼叫成交量大 以前我沒有買嘛 我沒有買就沒有人去買嘛 任何投顧老師任何法人都不會去買嘛 為什麼 台灣股票市場有一欠多檔啊 你以為每一個法人都會去 房場都會去研究嗎 都會嗎 我告訴你 投信外資都一樣啦 只有一個人去研究 所有大概都同學就抄他的 那因為台灣的投信是這樣子喔 他們講的績效叫相對績效 什麼叫相對績效 我們兩個比 你賺那麼多我賺那麼多我賺 賺那麼多我賺那麼多你賺那麼多 那你贏 這叫相對績效啊 不是說我賺很多你又賠錢 你看我 我跟你差很多 不是啊 賠錢的比賠錢的 如果大家都賠錢 賠最少的那算優等生 我們台灣的投信是這樣子喔 今年如果大家要賠錢賠最少的 他是賠優等生頒獎狀給你 因為你賠最少 你這樣聽不懂嗎 你聽不懂嗎 所以你說那個研究員 有啦 晚上Pub裡面研究好不好 夜店裡面研究很厲害啦 同學照抄啦 你只要有一家同學買 他就跟著買啦 外資也是一樣 只要有一家外資買 其他外資就跟著買 為什麼 你有買我要跟著你買啊 不然你技術也很好 我自己對著你後面 技術也不要 不要差你太多了 你也要買到 你也要買到標股 我沒有對你買標股才可以 所以我沒有買以前 沒有人知道何瑞亞做什麼 也沒有人知道他做呼吸器 到現在還是沒有人知道他做呼吸器 謝老師就買了來 謝老師從母親節以後開始買到現在 現在才有外資在買 包括今天外資還買 你各位去想一下 再看一遍 我請問你 銳機總共一到四月份賺多少 1.12嘛 那我請問你 何瑞亞一到四月賺多少 1.59 結果何瑞亞是322 銳機322 何瑞亞72.5 差250塊 差了250塊 你也沒有比我還好啊 我只有72塊 你322 那結論是我要不要賣 我還是那句話嘛 你來做老書啦 我看你的電視啦 我對你買股票啦 好不 你每一天在這裡花7萬5千塊錢 你一天都在這裡花7萬5 一國會15萬嘛 一天花7萬5 在這裡收銀票 我看你的電視 這樣好不 我說我是個人隔者 我的股票我就是讓你們賺 真的讓你們賺啊 你都有賺到嗎 給你賺一倍嘛 未來呢 62到128讓你們賺了嘛對不對 128到322咧 我自己來 我們自己來 我們自己來啊 我再講一遍喔 我用最簡單的 你50萬變100萬 好 50萬變100萬你是 假設啦 你每天是10% 我用最簡單的 50萬變100萬 你的50萬每天10% 你是賺5塊錢而已 10%漲天板就5塊啊 等到你100塊的時候 每天的漲天板是10塊呢 你好不容易 你逮到一檔好的股票了 你買了 你每天賺10%是賺5塊 假設50塊 賺5塊 你覺得很厲害 可是當它漲一倍以後 開始每天是賺10塊 我們用漲天板算啊 就不管它怎麼漲都是兩倍的嘛 以前的兩倍嘛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到這裡開始是 你以前賺5塊啊 再來是 它漲天板10塊 再來它會變成多少 變20塊啊 你本來一支漲天5塊 未來一支漲天是2個5塊 起一步的意料 在第二倍的時候 未來漲天 是你5塊的4支漲天 那你一天漲停 我說我的股票 一天是你的市值漲停 為什麼 因為 你底部買了以後 你就不要調皮嘛 那為什麼不要調皮 因為你不受得會 你就調皮了啊 再來是 因為你不受得會 你就 你就跟憲老師吃豆腐啊 不是這樣子嗎 憲老師說股票都很準耶 都說一支而已 我不用參加他 我就對他做 我說穩壇 再長紅的嘛 還是穩的 再長紅的喔 沒不對嘛 我常常在講喔 要成就一番事業 要成就一番事業 是大家共同來 你不是給我拼啊 你是給自己拼 你對自己殘酷嘛 為什麼 因為你認為我不用參加憲老師會 然後我對他做股票 我賺錢是我的 結果呢 你賺到整座嘛 你賺到整路嘛 財神爺已經到你家了 財神爺本來是 我說 拿一箱黃金給你 結果你小夾子小夾子氣 走走走走走 你偷偷的用手 偷拿一塊黃金走 你以為你這樣貨子 那幾箱都要給你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我還要再講一遍 我昨天講得很清楚嘛 那你們賺了啊 對不對 那你們賺了啊 你們今天出也是賺啊 然後呢 我也祝福各位喔 今天賣何瑞亞的人 我祝福你 再去做其他股票是賺錢的 如果你再去做其他股票了錢喔 你這輩子不要再做股票了 為什麼 我為什麼說 我說 人如果再做股票 那些開也好喔 你一都一直賺去 這開才好啊 那個你的氣正旺的時候 你把它賣了 然後你如果去做其他股票了錢呢 你會連本金都輸回去 你不相信喔 我告訴你 我做股票是這麼久的喔 從來沒有例外過 看我電視做股票 再做一些賺錢股票 到賣了都怎麼樣 沒有在算股票了 誰都沒有算 那沒錢 輸完了 那個開 他自己把它的氣場 把它弄斷 好 等一下休息一下喔 我回頭 我今天就是要講何瑞亞 為什麼我要講何瑞亞 為什麼要講 我用這句跟你講啊 好 休息一下再回來 如果今天晚上 明天早上 美國到講 就像現在的旗子一樣 漲上去 已經漲了400多點 那是它漲了將近200點 假設沒有意外 有可能明天早上的 美股的收盤就漲了四五百點 那台股可能又要開高了 因為今天三大寡人 外資是大買了141億啊 我問你 你今天為什麼要賣股票 你什麼股票賣都跟我沒關係 你今天去賣了我的何瑞亞 再看一遍喔 你們今天去賣我的何瑞亞 結果今天外資買43張 不是外資賣的啊 誰賣的 看電視的人買的嘛 買的嘛 看電視的人賣的嘛 所以我剛剛講 你的度量有多大啦 你的度量有多少 你的財富有多少 你的度量有多少 你的財富就有多少 你吃謝老師的豆腐 看電視賣股票 謝老師說 喔 去一杯喔 那你們真的就賣了 夾得長得多 應該這樣講啦 你想喔 這個節目 我說這個節目一個月150萬 有很多人講 謝老師我沒力了 我知道你們刷很多啊 人家刷很多啊 反正節目 沒收不給我們 你就買刷 買餐 來做節目給你看啊 對不對 我無所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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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常常說 我們倒頭病啊 你倒在賣 你家的慘啊 你家的慘啊 你家的慘了 的慘了 都賣掉啊 你來賣電視賣股票啊 一天花七萬塊啦 看你敢賣 就讓你們賺錢走啊 我很高興啊 但是我只是提醒你啊 明天 台股 台股大漲 我相信 我們的和樂雅開門可能就上去了 不要賣啊 心裡不要毛毛的 我說 阿扎也參加謝老師 參加謝老師的賣 沒多少錢啊 你今天賣個三十張五十張 我說 好啦你賣個五十張啦 明天搞不好一下 就差五塊啊 沒有五塊也三塊 就十五萬啊 那本來就是你的錢啊 我說你要賺錢 本來都是你的 來我們再看一遍 請問你一百二十八 漲一倍的瑞基 你要不要賣 一百九十五的瑞基 都是高點喔 每次都是高點 你又要休息 高點又休息喔 一百九十五塊的瑞基 你要不要賣 兩百一十九要不要賣 現在是三百二十二 我應該這樣講啦 很多人喔 做股票喔 不是你一百萬 第一點 你股票是多少 第二點呢 好股票喔 你賺一點你就走 為什麼好股票賺一點就走 第一點你不專業 你不買很多嘛 你有可能要10、20、30點 那問導遊 大家都問導遊 結果行情結束了 行情過了 你是賺什麼 賺行情啦 你沒有賺到錢 再看一遍 我重新再告訴你喔 何瑞亞在這裡 你都還來得及喔 我現在跟你義高 都還來得及 為什麼 瑞基從六十二漲到一百二十八 等於沒有休息 六天的時間跟你漲六十塊 漲得不只六十 漲得六十七塊 等於每天跟你漲超過六塊 比這裡還多啦 這裡呢 十塊 每天漲十塊 這裡 這一段 那回頭你去比 從瑞基去比他的何瑞亞 各位 我也給各位看 何瑞亞的營收 好 他的EPS 好 還有他的營收 我也給你看這一張嘛 他的營收已經創了 九十點五塊的新高 也創了九八點八的新高 他這裡賺的未來 應該也會比九十塊半 還要多嘛 你不買過高票嗎 再看一遍 今天外資咧 外資是買超 那誰買 那誰買 不是外資 還是那句話 我們再看一下 我哪有可能會在這裡賣 我沒有看到這個位置 或看到這個位置 你說我會賣嗎 銳積 我們來看銳積好不好 假设瑞姬你会卖128、195还219 好高费要抹得掉 要抹得掉 来差不多会完 打电话来 打电话参加委 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